安菲尔德沦陷了 欧连杯八强首回合 利物浦在自己的主场 安菲尔德0比3不敌一甲 目前排名第六的亚特兰达 这场球的结果 你说是用溃败来形容 都毫不为过 那可能很多朋友呢 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些状态不好 或者说压力过大 类似的词语来进行自我安慰 但是我呢 我拒绝用任何什么状态压力 拒绝用任何类似的形容词 去进行自我麻痹 因为在我看来呢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状态不假 如果是单一形容某一个球员 由于他比赛之前休息不好 或者说没有吃好 没有喝好 没有睡好 导致了他第二天的比赛状态 有起伏 这个是可以用状态不假来形容的 但是利物浦今天全队的这种表现 你总不能说全队的状态都不假吧 全队低迷 这个在我这说不过去 难不成利物浦全队 昨天晚上都没有睡觉 没有休息好吗 很显然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那么我们再看什么天气气候 也没有什么极端的气候 而且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场地比赛的 没有什么适不适应 你在自己家安菲尔德 有什么不适应的 还有朋友喜欢用压力 什么主场压力 如果这是欧联杯的决赛 然后利物浦的某一些 比如说18岁 19岁 20岁出头的 第一次参加决赛的一些年轻球员 我可以用参加大赛的决赛 导致心里比较紧张 来这样形容 这个是OK的 在我这说的过去的 但是利物浦的这些球员 身经百战 拿过英超冠冠军 拿过欧冠冠军 那前两天还拿了联赛杯的这个冠军 你说是主场压力 无论如何在我这说不过去 你要说压力的话 阿森纳那边 这个欧冠的压力更大 阿森纳全员 从主教练 到所有的这些球员们 头一次参加 这个欧冠的淘汰赛 还面对的是败人 你说他们有压力 这个我是相信的 比较紧张 而且阿森纳昨天 确实踢得很紧张 但是这种东西 你搬到利物浦的球员身上 完完全全说不过去 那么既然呢 你不能用这个状态来解释 你不能用这个压力来解释 那么咱们就看看 是不是球员的问题 是不是球员能力不行 导致的0比3的这样一个溃败 很显然呢 球员能力呢 在我这说得过去的 因为你看上一场 提评了曼联 科罗普呢 这边就说 因为很多球员现在 有的时候可能发挥 确实有起伏 那导致呢 他们会遭到一些 在网上遭到一些攻击 很多球迷朋友呢 就是特别出去 指责某一名球员 之前什么加克波 在之前说迪亚斯发挥的不好 那上个赛季还有说努涅斯的 赛季初呢 还有说远登行的 反正每一个球员 都有自己的这种低谷 这个状态不好的时候嘛 所以呢 当上一场踢平曼联的时候 很多球迷的这个 这个矛盾这个点呢 就指责了 就指向了这个球员们 那么科罗普这边呢 就说了 我很同意他说的话 就是同一批球员 跟曼联踢球的这些球员 他们是同一批球员 把利物浦带到了目前联赛 并列第一的这个位置 就联赛目前踢71分 也是这批人 踢平曼联的 也是这批人 那就说明什么呢 球员的个人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球员的战术的 战术的素养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既然球员也没有问题 也不是什么压力的问题 那只剩一个选项了 唯一的选项呢 就是战术问题 那这个战术是谁定的 主教练定的 谁是利物浦的主教练 答案显而易见 那其实这个状态呢 已经持续了好几场了 我一直不愿意提及 因为克罗普呢 毕竟在赛季末要离队了 而且我确实非常欣赏 非常喜欢克罗普 但是不得不说 他最近一段时间的这种战术 有很大的问题 他最大的问题 或者说犯的最大的错误 那就是他制定好的一个战术体系框架 然后往里面填人 你全主力的时候 你提的是这样一个高位的 这样一个侧流一个比赛 但是你不能说 我在用使用轮换球员的时候 我还是用同样的这个体系 我踢曼联 我踢曼城 我踢阿森纳 甚至说我踢什么水晶弓 我踢对面的这个亚图安大 我全用433 我全用同样的这个高位逼抢这种打法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萨拉赫受伤了 你把我放上去 那这个战术肯定是实现不出来的 我能力不够吗 所以说像阿诺德受伤了 你用布拉德利 那么OK 那布拉德利他跟萨拉赫 他这一侧的 那他这种配合肯定就要发生改变 那布拉德利今天要不踢的话 如果放上戈麦斯的话 那戈麦斯又是一种踢法 戈麦斯当然发挥的是 这个赛季相当是不错 非常非常重要 对于球队来讲 但是你不能说 你再把戈麦斯放到这个 后腰的这个位置 边后腰的位置 那他起到的作用 肯定跟阿诺德肯定是不一样的 过去呢 有阿诺德的时候是怎么踢啊 利物浦踢的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足球 因为你有阿诺德的存在 阿诺德踢右边路的时候 他拿到球 一般来说 利物浦过去曾经呢 是咱们就说举个例子 五角出球 就是传五角球 这个球呢 可以从利物浦的这个后场传到前面 让前锋解决问题 现在利物浦是一个什么踢法呢 我要传五十角 就踢的越来越像曼城 通过五十角的传球 才能把球慢慢的推向前面 那当然呢 这里面的原因肯定是 由于我们没有阿诺德 所以没有办法要去踢曼城这样一个足球 那过去呢 比如说门将 把球传给了这个后卫 可能是给克达特或者范泰克 然后呢 由后卫把球看了一看 把球传给了阿诺德 由阿诺德来进行发牌 阿诺德的传球是怎么样 这是后场 这个是中场 这是前场 中场相当于是一片空白 大家想象是一片空白 阿诺德把球 他在观察了之后 他是这样 高空制导 像一个导弹一样 给传到前面去了 这个你没吧 这个球一定是会过去的 然后前面的球员负责接球 是这样的 但是 如果你想 比如说现在是谁传球 迈卡利斯特远腾行给迈卡 迈卡 然后他进行分配 迈卡利斯特传球的时候 他传的是什么 比较中短距离的直塞直传 就是这个球呢 如果你是直面的向前传 和横着传 它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横着传 你往往传的呢 都是自己的人 因为这边自己人还比较多的 但是你往前传 你要想打穿对方的这种 层层的这个 这个这个防线的话 因为你是在往对方的这个区域里面传球 那这个失误的概率就大大的增加 你的球被拦截下来的概率就大大的增加 那么现在 克罗普想通过 曼城的这种方式 不断的这种中短传球 把它渗透到对方 如果你的球员有顶级的这种能力的话 像曼城 平时的战术演练 都非常到位了 包括阿斯纳 现在战术演练非常非常到位的情况下 你通过这种短传 可以用最小的代价 去完成比赛任务 但是利物浦 我之前也说过了 他踢不了曼城的球 所以现在没有阿诺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球出不去 过去呢 阿诺德接到球之后 哪怕是有对方的球员过来逼抢你 你的球可能不能马上传出去 但是呢 阿诺德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他所在的这种右边位 他后面是边线 所以说对手不可能从边线这边过来抢你的球 然后呢 他又面对了对方 对方有球员过来抢你的时候 甚至说两个球员过来包夹你的时候 你可以把球呢 横着传 甚至说往回传 传给门将 然后门将再传回来 这样的话空间就打开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阿诺德在不断观察前面 他在侦察嘛 像侦察机一样在侦察 侦察好了之后 把球一个高空制导 这样的球 一场比赛 能够成功一次 能够让 本方的这个前锋群 锋线群 拿到球一次 并且破门得分 就足矣 因为原来比赛呢 一开场的时候 它是属于一个0比0嘛 大家都是平局嘛 那一旦 这种方式取得了进球 你这个天平呢 就开始倾斜了 那么对方呢 就会提的更激进 因为他想搬平比分 他一想搬平比分 他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 心态发生变化 打法就会发生变化 他就会打得越来越急躁 这样的话 他犯错就会越来越多 然后利物浦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逐渐的蚕食对方 这是利物浦经典的 这么一个打法 但是现在 他的这个球员 严重的这个人手不足 但是现在呢 这个目前 逐渐的也在恢复啊 球员在恢复其 但是你会发现 球员呢 伤员逐渐的回归 但是利物浦踢的是越来越差了 发挥确实是比较灾难 那么整体的这个战术 你还是一个高压 低强 这样一个打法 但是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 跟过去不一样的 过去呢 是略过中场 直接到前面 现在呢 更多的是 因为克罗普觉得呢 自己买到了麦卡利斯特 确实很厉害 买到远腾行 买到了索波斯洛伊 然后又发掘了琼斯 有这样一些偏技术型的 中场了之后呢 利物浦认为呢 自己可以通过短传渗透 来进行营球 不是不能赢 但是这种 你肯定是没有漫程踢的好 肯定发挥不到漫程的这种水平 我估计呢 有漫程的六成到七成这样 巅峰漫程的这种六七成的这个水平 那这样一个水平 你是不足以去应付所有的对手的 比如说今天的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踢的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 我们可能最近的这个视频 由于可能聊到了这个阿隆索的 罗库森啊 很多的球队 现在优秀的球队 都在踢三后卫 罗库森是一个 国际米兰是一个 今天的这个亚特兰大也是踢的这个三后卫 三后卫的特点 之前也介绍过 中路你想打穿他比较难 然后他两个边是非常强的 就是他的边有这样上下能力强的这种特色 你才能去这样打三中卫 那亚特兰大这边 今天我们看 其实他赢利物浦 我用一句话解释 就是以多打少 不是说真的是满场的这种 而就是对位的情况下 利物浦的这种433 利物浦进攻的时候确实你可以有更多的控球 甚至说你进攻的时候 有七名球员在围着对方打 进攻的人手确实是够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利物浦的防守没有人 利物浦的防守人占的太多了 人占的太多了 就是我不止一次的这个说过 我说后卫跟门将的距离过大 这是利物浦很难接受的一个局面 因为这样的话被别人一打反击 因为你本身就采取了一个失误偏多的 你要传50脚 现在才能把球传到前面去 那么这50脚里面 你每一次都这样进攻的话 你肯定会有失误 肯定会有被拦截 果不其然 今天所有的比赛里面 很多次被对方把球从中间拦下来 你传球的时候 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就被对方抢下来了 抢下来之后 人家一脚传球就把你打穿了 无数次在军阶的比赛里面 看到了利物浦被这样打穿 被对手打穿 那克勒普目前应该还是没有想到 一个很好的对策来应对 但是呢 就通过最后两个丢球就可以看得到 很显然 像范泰克 这个后防线里面 他是想通过造越位 这个战术里面 利物浦的战术里面 是有很强的这种造越位的意识的 造越位的情况 来 因为现在VAR都能看到这个越位线了 但是你想造越位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很冒险的一个做法 你想通过造越位来维持自己的这种高位打法 是很困难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看 利物浦在防守的时候 顶多有一个远能行在中间 然后后面放两个后卫 就三个人在防守 亚特兰大攻击的时候 那个攻击群一上来 六个人七个人一打 全是以多打手 一旦被打反击 一旦这个全球出现了失误 一脚出球之后 全是以多打手 就是亚特兰大 它是两个前锋 加一个前腰 你可以放前面 最前面的是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 肯定是不可能站在门将和后卫之间的 他肯定是站在后卫和后腰之间 后腰是远腾行 远腾行旁边放了两个前锋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远腾行防守的时候都没办法 你防左边的 右边你就漏人了 你防右边的 左边就漏人了 所以远腾行 他在站位的时候 他只能站在两个人的中间 左右 全盯着 然后球来了之后 他只能通过卡位的方式来判断 来进行预判 他只能通过这个方式 但是这个就埋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 包括今天首发的奇米卡斯 克勒普一定是这么想的 因为现在琼斯复出了 又派上一个远腾行 又派上了一个迈卡利斯特 这三个中场是比较 获得克勒普信任的 你说克勒普轻敌 你说利物普今天轻敌 这个是不会的 但是你放上奇米卡斯 他就是觉得这三个人 他太信任这三个中场的三人度了 他觉得这三个人很稳 这样的话 利物普在自己的主场要加强进攻 那么奇米卡斯恰恰是一个 攻强守弱的一个边路球员 但是我们别忘了 亚特兰纳的三后卫 三中卫 他强就强在 他的两个边 因为他的两个边不需要往回内收 只需要上下就可以了 所以他上下的幅度会非常大 第一个丢球怎么丢的 不就是奇米卡斯 他在前面 他根本回不去 后面全是青青大草原 亚特兰纳的右边直接打过 打过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截图 我有一个截图 全是一舵打烧 你再看看远能行 远能行身边四个人 他想防守都不知道该怎么防守 不知道防谁 你再厉害 你也不可能同时防四个人 你防不住 你盯左边的人 右边的人就上来插上 你盯右边的人 左边的人就上来插上 根本没有办法防 然后呢 后两个丢球 就是想造越位 想造越位 又没造成功 这个是很危险的 所以说这种冒险的行为 这种高打高位的这种行为 那这个责任肯定是 科罗普的 球员有没有责任 球员的责任 我认为占比不到 不超过30% 可能球员有自己能力不足的 这个原因 因为确实 六普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球员 你要说他特别的那种 到top 顶级了 我还不这么认为 但是你说的差 肯定是不差的 肯定是至少前四名的 这个实力球员 但是你说 他真强到巅峰六普的 那个程度了吗 我认为还没有 说完这个六普防守的问题 因为丢三个球 那就是防守的问题 那我们就要先说说 六普攻击线了 攻击线上 最近不怎么进球啊 是不是 现在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就是上半个赛季 阿斯纳也犯的错误 阿斯纳之前我说 阿斯纳我为什么 原来不看好他夺冠呢 就是因为他不进球 你的主力球员都不进球 互相之间打不出来配合 没有串联 你怎么能夺冠呢 但是后来呢 哈福茨开窍了 我就说阿斯纳的崛起 就是哈福茨的崛起 因为哈福茨 他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你又没有发现 我现在管哈福茨 我喜欢叫什么呢 阿斯纳的凯恩 阿斯纳没有高中锋 他很想得到凯恩 类似于这样的前锋 那凯恩有什么属性呢 他可以打前面突前的 这个九号位 但是他最强的是 他可以拖后过来 踢前腰这个位置 他能组织 回来组织 哈福茨踢的就是凯恩 现在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他现在在阿斯纳这边 由于他没有 这个球队里面 没有高大的中锋 所以哈福茨现在踢的 就是一个阿斯纳的凯恩 回撤成的凯恩 所以呢 哈福茨把整个阿斯纳的 这个攻击群给攀活了 利物斧现在也急需 这样一个人 因为利物斧的进攻 以前都是走套路的 你比如说 萨拉赫踢的好的时候 你旁边点配 你后面点配一个 这个阿诺德 阿诺德不在 你放布拉德利 这两个人就冲起来了 就没有办法进行配合了 所以说你看 很多球员觉得 萨拉赫现在这个状态不好 没办法 你后面站的是布拉德利 你后面要放一个阿诺德的话 那我觉得 他会吸引更多的这个火力 而萨拉赫这边 他的这个发挥 我认为会更丧一成 这是一个很大原因 所以现在呢 利物浦需要找到自己的哈福茨 那这个人是谁呢 唯一现在有这个能力的 就是今天刚服出的若塔 接下来呢 咱们再观察这场比赛 因为马上利物浦 这个欧连杯咱们就不说了 你联赛里面 要打水晶宫 是吧 要打富勒姆 特别是打富勒姆这场比赛 我认为是难度最大的 难度最大的 通过这个赛程的这种秘籍 这种安排 接下来还要 还要打什么 埃佛顿要打西汉姆 你每一个对手 还有热刺 对不对 全是硬骨头 没有一个是好打的 很多人说什么 利物浦的赛程简单 一点都不简单 如果是阿森纳打这些球队 我倒认为这个赛程 对他来说很简单 很多人觉得阿森纳的 这个赛程简单 阿森纳的赛程难 我不这么觉得 咱们看看阿森纳 我觉得阿森纳踢那些球队 他的那些对手 应该会更容易 反倒是利物浦 你踢什么水晶宫 特别是换了帅的水晶宫 井井有条 这个教练给他梳理了 井井有条 包括踢富勒姆 不那么好踢的 什么狼队 热刺 就是埃佛顿 埃佛顿向来都不好踢 那都不是非常容易踢的 这个对手 所以呢 利物浦接下来 英超也不好办 欧连杯现在 你都不能说是一只脚了 半个身子已经跌出了 这个欧连杯的 现在你想 你还是想在什么决赛里面 打洛库森 现在亚斯兰大这个关 还过不去呢 那客场打亚斯兰大 我认为有赢的可能 赢的可能不小 但是 问题是但是 你输了三个 第一场比赛输了三个 你去亚斯兰大的这个客场 你能不能赢三个 这个我保持疑问 我相信利物浦能赢球 但是赢几个 你赢一个赢两个可以 赢三个或者以上 这个难度可就太大了 其实呢 在主场输球并不可怕 谁还没在主场输个球呢 对不对 如果能从这个失利里面 获得一些经验教训啊 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并加以改正的话 那么我觉得是好的 比如像阿斯纳这种 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立马进行纠正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可怕的是什么 就怕一场零比三 在主场 导致自己的这种心态崩盘 因为现在是一个 冲刺阶段 联赛里面就剩七场球了 没有很多的时间 去给你调整 那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 最后欧联杯联赛 什么都没有 最后变成一无所有的话 导致球队最后崩盘 这个是最可怕的 所有的这种信心 如果踢没的话 那这个球队 现在就没有办法了 那这就是我对这场比赛 进行的一些分析 我目前看到的 只有这些 我不知道大家 现在内心是怎么想的 我知道大家现在心情 可能会非常沉重 但是呢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积极的在视频下方 咱们一起来讨论讨论 好不好